哪里有热闹看哪里就有815A 继815A电子挣扎船后 我国又多了两艘海上该溜子 没错就是两艘052D驱逐舰 一个是南宁舰 另一个是银川舰 南宁舰喜欢往地球东边溜达 而银川舰喜欢往地球西边溜达 他们总是在航行中很少回归母港 频繁穿梭于世界各地 有时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 因此被网友们戏称为海上该溜子 虽然这个昵称带有一些戏谑的意味 但是他们该溜子的行为意义重大 今天郭郭就跟大家聊聊 兔子家的这三艘海上该溜子有多重要 052D是中国海军的主力作战舰之一 一共有30多艘 既然是主力 那就必须具有出色的综合作战能力 和很强的远洋作战能力 以前我们有海无船只能望洋星探 现在我们的海军实力起来了 那就必须要锻炼这个能力了 不经过历练和实战 你凭啥说自己是主力 为了锻炼052D的远海作战能力 于是我们海军故意不给这两艘海溜子 配备补给舰 他们一东一西远洋航行 很明显就是全球扫描 除了扫描各大洋水文地理环境外 还有下面这三点 一是可以检验和了解哪些港口可以停靠 甚至哪些国家和区域可以停靠 停靠的时间有多长 二是检验可以补给哪些物质 能补给多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培养实战人员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溜的呢 作为随身携带着64个垂发单元的该溜子 南宁剑初次亮相 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挣脱 从2010年底启程到现在 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全球四大洋 就差北极那块冰戈的地带没去了 刚出发那会儿 大伙还以为他只是去亚丁湾护航 做些常规任务而已 谁知道一到达亚丁湾就接到了新指令 立马掉头北上参加了老铁巴基斯坦的和平二三多国军演 演戏完还没还口气又收到了指示 参加了中俄一三国安全纽带海上军演 这次演戏完了该回家了吧 几天后又出现在了阿布扎比防务展 因为实力太过于抢眼 差点被中东的土豪们看上 还好跑得快 不然连船带人都得留下来 大家是不是以为他跑得快是准备回家了 出都出来了 怎么这么容易就让你回去呢 然后南宁剑经过苏伊士运河 一头扎进了地中海 再溜达到直布罗陀海峡 沿着非洲大陆又开启了新旅程 这一波操作让非洲的老哥们都惊呆了 马上要过年了 你们不回家过年 来我们这里瞎溜达啥 难道非洲大陆上还有什么隐藏高手 值得你们这么大洞干戈 比高调的南宁剑 银川剑就低调的不像话了 毕竟南宁剑时不时还有消息传回来 给国内的军迷们抱抱行踪 银川剑这哥们去哪都不吱声 第一次中国网友找中国舰艇 竟然要靠国外情报 2022年 银川剑在南太平洋被外军发现 外军全网喊在这儿呢 过几天外军就失去银川剑的踪迹 年底的时候 法国海军哭了 银川剑突然出现在了法国海外领土周围 惶恐不安的法国海军全力尾随 想让他回家 结果不出意外的 法国海军跟丢了 随后各国便纷纷玩起了找军舰的游戏 找了几个月都没找到 就在大家以为银川剑可能是回家了的时候 美国海军表示 别找了 在我这儿呢 好家伙 银川剑已经窜到了美国西海岸 独自潇洒的完成了一万五千公里的长跑 在老美的家门口自由穿梭 第三岛链就如同不存在一样 这把美国气得不轻 为啥银川剑能来去自如呢 这全靠银川剑采用的是隐身设计 它的上层建筑覆盖了一层雷达吸波涂料 以避免受到敌方雷达的监控 与此同时 它还能同时探测 识别 追踪 出百个空中和水面目标 达到一种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的境界 靠着这番逆天的能力 银川剑做到了什么叫做 神龙舰手不见尾 让美国都忌惮不已 除了南宁舰和银川剑 这两个新晋该溜子 我国海军最强的该溜子 还得是815A电子侦察船 因为它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到处溜达看热闹 这些年来 老美在我国周边举行的 各种海上联合军演 虽然从来没有邀请过他 但是他却一直都是积极参与 场场不落 甚至有时候 他比老美的盟友们来得还要早 听说他常年追着老美的航母跑 老美这种超级恶霸 一旦看到他的出现 也只能骂骂咧咧掉头就跑 为啥老美这么怕他 因为815A型电子侦察船 数据收集能力过于强大 并且可以根据微弱的通讯讯号 来自动破译对方军舰的加密信息 更关键的是 815A型电子侦察船 还拥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 只要该舰船 电子干扰功率全开 那么800公里范围的通讯 都将受到815A型电子侦察船的干扰 而且815A型电子侦察船 在干扰敌方信号的时候 还能够对敌方目标实施反跟踪 而这也是美军看到 815A电子侦察船后 会直接调转舰头的主要原因 这波就在不久前 美军的航母编队 进入我国南海领域 准备与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时 815正愁找不到热闹看 没想到热闹就自己送上门了 马上就带着两艘052D 急匆匆的抵达美飞军演的附近海域 然后默默的打开了电子侦察设备 于是便出现了下面这段话 美军 注意你的右前方 飞军 什么 没听清 兔子 他让你注意右前方 飞军 右前方是啥 兔子 是你爹 自己的军演对象 就在自己旁边收集自己的信息 这可把美军气得牙痒痒 想打又不敢打 继续军演又有泄密的风险 最后美军无奈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当然以上还不是815A最厉害的地方 据日本媒体报道 815A还可以为东风导弹 轰炸机这些大杀器提供制导 也就是说你只要被它发现了 那么东风快递就能准时送到家 这么重要的信息 日本媒体为啥能知道呢 因为815A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日本附近待着 没事就围着日本溜达 日本政府呢也没啥办法 所以只能天天在媒体上谴责家抗议 像815A这样的电子侦察船 我国一共有9艘